捷运环状线意外,工人20米最下,爆头残死 施工人员动用吊车,将图信工人吊挂到地面 过程中鲜血不断洒落路面,令人触目惊心 而他送医后,人不治身亡 这起公安意外,昨天凌晨发生在新北市中河区中山路的捷运环状线工地 37岁图信工人,当时正在20公尺高的钢梁上工作 却突然从钢梁跌下,摔在离地约5公尺的钢梁上 当场头盖骨破裂,大量出现 白色就很凉了,这边就很凉了,这边就很凉了 这边就掉在那里,它没到头盘就好了 那我们现在有要暂停施工吗,还是什么 暂停施工 暂停施工 对,但我们路还是要封锁 路还是要封锁 是,那它是不小心跌下来 现在还在离前 动新闻新北报导 韩咩 你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